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弥 各位沙弥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请放长 我们上一个讲次做一个 这次佛妻一个重点的结识 就是说发菩提心不但不是妨碍阻挠 降低你往生机会的 它其实是更加的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招感 一切善因缘 让你临终能够正愿现前 当然啦 具体上我们多忏悔 多消业障 我们不再更造新秧 这样子的辅助 当然让我们求生极乐会更加的稳当 我们求生极乐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是 比我们做生意来比较的话 我们做生意说这比生意很重要 得来机会不多 我一定要把它做成功 那时候世间人我们就觉得想要一定做成功 那往生极乐根本就是更可怕的 是一辈子全部的家当 全部的生命财产 全部都耗进去 那影响到你下一辈子 所以他本来就更应该要有 一定要成功的那种决心 或者是谨慎度才够 才可以的 那么这个呢 只是讲起来 令人有点有点说压力 但事实是这样 你说天底下有哪一个工作说 你一定要怎样 一切都嘛是随缘 尽分 能成就成就 不能成就一定有过去的大因缘 而过去的因缘不能让你成就 但念佛求生极乐不是这样 因为念佛求生极乐它有个明确的 怎么样 往生的条件的 若一日乃至二日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世人灵命忠实 弥陀及语之圣众 那皆献其前 皆因往生 乃至于这个 《无量寿经》提到 《下卷》提到 乃至一念 皆得往生 所以它是蒙佛的本愿 那就超越了我们的 什么过去的什么善恶因缘 什么众生有没有帮助我 成事在缘 不在能 这样子就不是这个 成事在缘 不在能 是我们世间成事情 包括我们做好教育 我们做小孩子的教育 成事在缘 他有他的因缘 我希望把他教育好 但是呢 这个 丁兴 你可以坐到这里 这个 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为小孩子努力 但是小孩子没有那个因缘 对啊 形势在能 成事在缘 没有错 但是往生这件事情 是你跟佛 没有其他人 当然也会有啦 你比如说 你杀了什么人 你害了什么人 让那个人对你继续的 不高兴 这样或许会跟其他人有关 那他一定不是主要因缘 主要因缘是你 跟阿弥陀佛的信仰 他的本愿 然后相信他本愿的功德加持 然后你愿意往生 那也是你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当然你说我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可是他在阻挠啊 这个人才阻挠啊 对 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 那就是我们欠人家钱 欠人家命 欠人家情 欠人家什么姻缘 或者你自己放不下人家 大概就这个 但是他不会是绝对的 他不是主要的因缘 主要因缘就是你跟佛的主要因缘 这第一 第二 你发了菩提心之后 这些周边的人根本会觉得说 你不是逃避他啊 你做了一个大善人了 你哪怕以前真的杀了他 你真的真发菩提心 他知道你要度化的一定包括他 而且度化包括他 而且还怎么样 没有条件 没有前提 就这个人对我好 我度化他 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还是没前提的 一样度化他 而且不会 不会减低重 不会减低权重 不会减低那个 我对他 我对这两个人的 的 的关心 或者的付出 菩提心是这样子的 菩提心 大悲平等 然后呢 这个智慧善巧 那究竟不止 究竟是不止的 菩提心是没有停止的时候的 即便是成佛 你看佛 佛还是事件来人间 范环经说 来死人间八千凡 他都成佛了 来死人间八千凡 所以 菩提心是没选择的 没有止净的 也没有亲疏的 也不会疲累的 那个什么 我们净土五经当中 那个 印光大师常常要我们 去敬恨品 多颂词 当中说 这个什么呢 利益一切众生 无有疲厌 空间有尽 我愿无尽 我利益一切众生 永远无有疲厌 像这样子就是 发菩提心的概念 发菩提心的概念 那么 一切众生 心中 我都用 亲近心去对待 亲近心对待不是这样 是说 我亲近 我不会贪然你 你过你的日子 你随缘 不是这样叫亲近心 这是身文人的亲近心 身文亲近心就是说 我不贪你的名利功德因缘好坏 你对我好对我不好 或者你是我的儿女妻子丈夫 过去有缘没缘 我没有贪然你 不是这意思 是说 我平等待一切众生 只要众生有需要 我一定竭尽所能的利益他 那你说 有可能吗 如果竭尽所能利益他 我就要剁地狱 他干嘛不利益我 不是 你要剁地狱是因为你的脚 自己踩在地狱 地狱的那个门槛里 不是他不帮你 佛有善不能 度不了一切众生 没有缘 度不了无缘的众生 无缘当中就是一切众生度不了 所以这两个是 阶级是一样意义的 接着就是 不能够扭转因果 不能废因果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造的恶因恶缘 那但是你没有善因善缘给佛 你没有伸手 那佛就拉你不来 观无量寿经中 下品下生 下品终生 下品上生 这下品生 都能够因为念佛而往生 可见 再怎么样下品下生 就是所谓的那个 造极恶的众生 只要你怨心有 还是你跟奥弥陀的关系 你了解的意思吗 那你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没有因果了 没有善恶了 怎么没有善恶呢 你来看叫做善恶 当然是有 佛来看也是善恶 但是他的差异很小 差异很小 他慈祭一切众生 你的仇人他也慈悲 那你他也慈悲 那两个人他都慈悲 所以他能够射受 冤业的两兆 但得要你们两位都相信 至少要你要相信 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 临终的时候要念念念佛的功德 而不是念你曾经杀过人 不是这样 你了解吗 为什么呢 你曾经杀过人 是不是要受报 要啊 可是要有缘啊 要有缘才受报啊 那你今天你都念着弥陀 发着菩提心 你周边没有恶缘 你懂我意思吗 即便曾经造了恶因 你的恶缘没献钱 你临终就是能往生极乐 我常讲啊 说往生极乐要不要 消业往生极乐要 但不是消生死 一切生死业 如果消一切生死业 你就成圣人了 你干嘛还要阿弥陀佛 对吧 那消什么业 消障碍你往生的业 要消 那如果没消怎么办 那不让那个恶业献起 恶业因缘献起 你要知道我们善恶 都是参半 特别是说佛众生的众生 善恶是参半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能够听闻佛法 怎么没有遭恶报 不是没遭恶报 是恶报的因缘没献钱 黑夜跟黑 黑的夜 夜历的夜 跟白的夜 就散的夜 这各占一半 各占一半 那你现在正随顺善业因缘 比如说 你守规矩 不要乱讲话 然后呢 在这里念佛 你相信 你在网路上面 你听我讲 这些道理 你愿意相信 然后你 你报名来参加 这是你的自由意志 选择了远离 你自己仍然存在的恶业因缘 然后你选择了你善业的因缘 并且更增加善业因缘 你来念佛啦 你跟那周边的人 你跟这里的私物结下善因缘 是这样的 所以那是你的自由意志 可以再增长 可以再增长 所以往生 就是求生极乐 就是来打佛基 就是减低那个恶业因缘的干扰 甚至于忏悔 那个恶业因缘的干扰 那增长 善业因缘的因缘相 这是第一 第二 建立不可取代的 善的本据功德 那就不可取代 也不是生灭法 是什么呢 是菩提心 菩提心有两种 一种就是生灭的菩提心 就是世俗菩提心 就现在我教你的 你本来想还好 经过这样讲解 哇 菩提心真的很重要 那我要随速 我要追寻 我要去实践 比如这样 那心要越强 心要是越强 你就越能够掌握那个菩提心 这叫做什么 这叫世俗菩提心 它还是生灭 就是如果你又忘了勋 你还是会忘记 它是一个圣意菩提心 就是佛性 佛哦 佛的本然 它不用人家 拜托他 行菩萨道 佛也不是勉强 行菩萨道 那这样就不叫佛了 佛的本然 就会悲悯一切众生 你了解意思吗 不是要人家去教他 拜托他 或者好多苦难给他看了 他才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说好 那我算了 我不要在长期光中 我应该来利益众生 不是这样 我们才这样 我们经过恶业 人家的恶 人家的苦难 然后发起了我们内心里头 的悲悯之心 自己享乐也不对 我要去帮助众生 这个不难懂吧 这就是一个叫做 圣意菩提心 圣意 殊胜的意义 叫圣意 一个叫做 赎俗地菩提心 要叫赎俗菩提心 是生灭 那这圣意菩提心呢 叫做不动摇的 神圣 本质具足的 那也是六祖谈经中说的 何其清净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禅宗讲 没有那么强调慈悲 但菩提心会强调 他的大悲之用 那禅宗一般来讲 强调他的清净之体 但是同一个 那就是佛性 佛性其实也本然在 在众生心中 但是我们只是忘记而已 那忘记怎么办 就用我们外在的 世俗菩提心来呼唤他 或者送法华经来呼唤他 那或者呢 我们念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愿意发菩提心 求生极乐 一样用句句佛号来呼唤他 呼唤本来就在内心里 圣意菩提心 那就是圣意菩提心 是有 要相信 这叫做大圣喜信 有没有大圣喜信论 那就是大圣喜信 什么叫大圣 就是要信这个才叫大圣 不是说我的教法 跟僧文人一样 只是有悲心没悲心 分大小圣 才不是这样 是相信有那个 本然的佛性 是本质具足 也本来清净 也本来慈悲 那慈悲不需要看外界才慈悲 你要知道 我看外界慈悲 我的慈悲就有时而穷 我的慈悲是生灭象的 懂吗 我会累 我会算了 我会结束 因为 你们这群人都已经 没有困扰了 或者你们这群人也忘记我了 那我干嘛记得你们 他会起这种生灭象 特别是凡夫的生灭象 圣人没有 菩提心当中是没有这些 再去听一下 我26年前讲的那个 不只26年前 哇 30 31年前 在南普陀讲的 应该31吧 还不到 现在是2023 23加7 没有到30 96年 对 接近了 接近27年 接近27年 27年前 在南普陀有讲一部 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YouTube上面都找得到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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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影功能比较不好 那但是讲的内容 就是极天菩萨的 菩提心修药 菩提心七字修法 那个是很重要 汉传佛教在这方面反而论述的不多 多的是在天台中里头 天台中里头 他放在教理里头 他没有单独 他没有单独把他提出 倒是摩托子官里头有提 有单独提出 摩托子官 有 是这样 那么再次的提醒诸位 就是说 这样子呢 是不只得在你内心里推动着你 应该要求生极乐 那你造业 也会因为你发菩提心 真实的发菩提心 而那个业相对就减少 或者恶元减低消退 不是说 不是说没有恶业 也不是说 你就可以 完全取代 不必然 不必然 但也看人 你比如说四尊 四尊的话 他曾经成佛 他今生成佛的时候 他还曾经头痛三天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当小孩子的时候 去打那个渔王的头 敲那个渔王的头 敲三下 咔咔咔 他觉得很好玩 结果他 成佛的都还痛三天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便 即便是成佛了 你过去造那个恶业 还未在显现 但那显现相对轻多了 对吧 净乎没什么反应 然后呢 这又为了什么 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业都清净才成佛 要是这样子的话 佛不会再生病 佛也不会再有头痛三天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不障碍他成佛 你懂吗 那些小罪小业 不障碍他成佛 那你说哪个障碍我成佛 杀父杀母障碍成佛是吗 我告诉你 也不会 也不会 佛陀都曾经杀过母亲 他不小心的 但是我猜 搞不好在其他情况是 是真的有意 他有一次 是作为一个出海 捞捕那个什么 捞捕那个 那个宝物的商人 然后他有 五十位随重的员工 那都约好了要去捞捕那个 珊瑚 你知道珊瑚是很贵重的 阿卡 还有什么 有三种 三种 阿卡应该是我没记住 阿卡是最好的 然后第二第三集 是这样 那现在越来越贵 古来就很喜欢珊瑚 但珊瑚是动物的 死亡之后的累积沉淀的 那个矿物质 然后现在很多是白化的 很多白化 贵的是红的 越红越红 那他们去采 结果呢 大风浪听说要来 还是怎么样 他妈妈就 请他不要出门 可是他觉得一个男人 都已经把 我是老板 那我都已经投资下去了 我不出海不行 可是妈妈很坚持 不让他出 很疼他 很疼他 他要出门的时候 干脆就抱住他 他觉得太丢脸了 这母亲怎么这么 在惹想 怎么这么卢 都在唱《卢香战》那个卢 好卢哦 他就一脚踹他母亲 好狠 一踹母亲 母亲摔倒 头就卡到那个什么 卡到那个桌边 往生 这佛自己说的 他说他都做过这种事 那有没有亲自恶心 杀母亲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在觉得 无相结以来 什么都可能发生在佛陀身上 但他一样成佛 对不对 当然他也一定要消 是这样 或者说忏悔 但是像 世尊他还会头痛三天 可见他还没有完全消完 所以说我们是何许人业 我们求生极乐 不过就是求生极乐 我们没有说去成佛 对吧 所以说太多的恶业 有可能还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与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一直称念佛名 我们临终的时候就念佛 异佛 发愿不动摇 那讲话就遮止了 恶业因缘的生起 那这是在我们平常用自己的力量做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 就是昨天晚上讲的 是什么 发佛提心 因为发佛提心是要立一切众生 被你害的 被你杀的 被你骗的 被你弄得 死得很惨的都一样 他死得很惨 他也不会让你死 他要灵死你 他让你一辈子 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都受苦 他这样才消他心中之火 可是你现在发佛提心 发佛提心不是为了躲在 发佛提心是为立一切众生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走向他 跟他讲说 我以前这样对待你实在太过分 现在我全身全意交给你 看你要怎么样你才会觉得自在 你要报仇 你要杀死我 我千生万死我都接受 菩萨是这样子的 菩萨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反而对方会被你感动 或者会认清说 你这是真的 你这是真的是真的 所以说为什么佛教并不那么立即主张 废除死亡 死刑 因为光一个死刑 没有让这梁造之间真正解冤事结 你知道吗 以前那个陈静心有没有 杀那个白彬彬的女儿 有没有 为什么白彬彬在现在 还否定 否定废除死刑 因为他跟陈静心对 对职过 陈静心一点都不后悔 他临死他女儿 用那个铁钳 把他女儿的小指剪断 他用铁线绑 绑他女儿 他女儿就是一个小女生而已 一定是过去的 叶元 但是在今生 他没有表现忏悔 这是白彬彬他自己说的 当然他现在有没有改变 说法不知道 所以他曾经非常恶狠狠的说 谁要是废除死刑 我就反对谁当总统 他曾经讲过这种话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我没有说白彬彬就对 我说做一个母亲 就是个凡夫 你可想而知他什么心情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死刑是弥杀名词的 有时候是由国家之力 来让造恶之人 内心里都生恐惧 恐惧之后他才 因为恐惧的大力量 他才生起惭愧心 众生有各种样貌 了解吗 所以是这样 所以不是西方人讲的说 西方人讲说杀就是恶 那既然是恶 为什么国家定法律来行恶 他的逻辑是这样 不是这种逻辑 佛教徒不是用这种逻辑 杀本身没有善恶恶之别 就用心与否而已 这叫缘起 缘起毕竟空 既然叫空 杀没有本质上的恶跟善 那么救人也会没有本质善跟恶 很多那个八点档不是在演吗 我就想死你干嘛救我 我活得很苦你干嘛救我 救完我的之后我也没有活得比较好 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深奥的道理 所以天台就讲说 性恶是法门 性恶 不是修恶 是性恶 世间有时候 哲学上有时候也出现一个叫做 什么必要之恶 有时候会提出这种说法来 但是必要之恶如果是被行恶之人所定义 那就不对了 可是如果某一个圣人 像佛这样子的圣人 他所认知的 他来定义或他来抉择 那是case by case 不是杀人就是善或者恶 那不是 那是case by case 我说过 我说杀 那个希特勒 杀了他之后是救了他 他就因此不用杀那么多人 对吧 然后这个世界 世界就不用那么多的悲苦的小孩 被带到 当时也不过是才救几百或几千 或者千多人 千多人或者现在还活着的 就是当年爸妈被抓走 然后他们是犹太义 然后在小孩刚好在别的地方 也准备被抓去杀 但是希特勒给了一个名单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有个叫名 这个什么 什么名单的 他就演这个电影 他就说 好啦 那如果不是犹太小孩的 勾名字出来 勾名字出来 那我们就带他走 是这样 那当时那位医生还是什么 他事实上是德国人 德国白人 他不是犹太医 可是他实在看不下去 他就也贿赂那些官员 然后说拜托我就勾这几些 辛格勒的名单还是什么的名单 有一部电影演这个 那这个是真实的 后来呢 在几年前还有 还有这些被得救的小孩 跟这位医生的女儿 有没有跪拜是没有啦 就是集体起来来表达 对他爸爸的一念救命之恩 由他女儿来代表 接受一个奖杯还是怎样 这还有这么一个 还有这么一个新闻在 是吧 那可见救人还是感人的 那如果当时你杀了希特勒 就救人了 所以经上明白了说 那个于潜世帝论的 于潜菩萨界里头有说 他说 这个菩萨界当中 当杀而不杀 犯菩萨界 所以你看看 明文写着 明文写着 应该杀死对方 你不去杀死对方 犯菩萨界 但这不等于这个 我们有叫死亡护士 跟死亡医生 有没有 很多他手头上有很多那个 死刑症 不是死刑 绝症 然后他就专门去打那个什么 打那个针 就让他死掉 那个不叫安乐死 法律上面安乐死是一个法律名字 他不是叫他安乐死 他说 助他死亡 安乐他不管 你要死 那你也活得这么累 这么辛苦 那我就来助你 安乐死是周边另外定义的 这个名字不能混用 这不叫安乐死 台湾不会通过 目前没有通过安乐死 法令 那佛教同不同意呢 佛教不同意 因为那个不是伤害谁 那个不是说他今天活着 他今天活着 当然他伤害自己看起来是 但那是他个人的业感 那是他个人的业感 那个就不一样 希特勒是 因为他发恶心 那我要阻止他的恶心 没有能耐去说服他 那我只好用强烈的恶法 信恶法门 强烈的恶法去做 不是修恶 不是我想要杀他 我想要我造作 刻意的为我个人的目的 造作杀业 那叫做修恶 信恶是什么 当下是恶啊 没有说啊 杀对希特勒来讲是恶啊 可是呢 他是法门 是一个法门 没办法 就叫做这个事 好 那么这个呢 有维系的差异 我们就不多说 所以我 简别的再 总设一句话 就是 发菩提心呢 事实上是 遭感世间一切善法 包括临终 但问题是的 什么是菩提心 坚固不动摇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不要为大众行善 那好长一段时间 你会疲累啊 然后你凡夫心是生灭的啊 然后再来你 你还凡夫 当然有自我爱啊 那自我爱 即便是要行善 有时候都会压力很大 要不就是 做起来会反效果 要不就是 做了人家也不一定赞美你 或者回馈于你 或者做了反而也不对 哇 这 太多种打击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没有感应 你不知道感应什么时候 第二种 第三种是 你也不知道感应对应不对应 你的往生这件事情 大家都想要求往生 那我行菩萨道 会不会让我扫念佛啦 会不会让我呢 心起伏啦 会不会我行菩萨道 反而直 让我执着在人间啦 我应该投胎 不 我应该受弥陀接引 但是我行菩萨道 会不会太有福报了 反而障碍我往生 不是 菩萨心就像一个宝珠一样 摩尼珠一样 它是什么 随你所求 它是个摩尼珠 随你所求 你要求往生 那就不是在 再来人间啦 那当然本于菩萨心 你发愿说 我让我临终 就近往生 这就是 弥陀佛的第十九愿 就这样讲 发菩萨心 临终 倒归极乐 就是这样 所以菩萨心是像 摩尼宝珠 也像那个什么 那个阿拉丁的神灯一样 它可以求的 那就就是 感应应激 感应应激 当然啦 因为 众生的根系 种种差别 古德很少 敢大胆的 跟大家这样讲 为什么 我哪知道 你是真发菩提心 要假发菩提心 我哪知道 你的业恶业重于你 那虚无缥缈 自认为是 菩提心的菩提心 那我要承担责任 要是临终的时候 你自认为 你有发菩提心 可是你没感应 你自己这么认为 或者你对 菩提心 信心不足 你感应不到它 所以说临终的时候 哇 好多恶业现前 这时候你又说 我行菩萨道 然后让我没有 好好念佛 你看好吧 好了吧 现在恶业现前了 都是发菩提心害我的 所以古德没有 不一定会要承担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所以极大部分情况 都会把你跟你讲说 你自己好好念佛 好好求往生极乐 就我昨天问了 我昨天问了 在三四十年前 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语 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想你自己啊 你算谁啊 你是谁啊 你说你能发菩提心啊 你不要我 你这是什么呢 你这是凡夫做皇帝梦 这样 但注意啊 发菩提心不是一个标章 不是一个伟大的勋章 你不能 你还去拿来戴 不是这意思啊 了解意思吗 发菩提心不是勋章 不是多么伟大的标签 也不是说发了菩提心 你戴在身上就放光动地 觉得好了不起了 所以古得的那个建议 那个比喻 其实是叫你说要务实 并不是在告诉你说 菩提心好伟大 当然可以说伟大 但放在你身上 只是很自然而已 怎么说呢 我今天带我母亲 她晚上 她中风或者我爸爸中风 然后不能拿碗筷 然后我去拿碗筷喂她 然后觉得就像当年她喂我一样 我觉得爸爸妈妈老了疾病了 但反而退化成像小孩子一样 蛮可爱的 那我真幸福 我还能够陪这个小 老女人 老小孩 或者这个老小孩一起 我能够报恩 你觉得很满意 你也觉得很温馨 这个时候你会转身过来说 你看我就是一个孝子 看到没有 我这个孝子的名头多好 你了吧 我这个样子才叫孝子 真正会孝顺的人 真正孝顺的人 他就是做他该做的事 没有把这件事情标 标榜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勋章 或者价值意义 至于鬼神天地要不要赞美你 那是他们的事 你要做只是做 你该做的 我们不得已讲出来说 那样叫做孝顺 那是不得已的 其实那就是 无心之善的善 真正的善在哪 彼仙也是 菩提心不是一个乞丐 去装作神圣的皇帝 这样的行为 菩提心乃是任何一个乞丐 任何一个没钱的人都可以发的 他就是利益众生 他就是念善心而已 只差在你发善心夹不夹杂 名利我直我慢 那真的不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 那真的不叫做行菩萨道 你是拿一个假称菩提心的名字 孤名钓鱼而已 那你说没办法 我还是会 那叫做清净党 一边发菩提心 一边看到你会这样 然后就在减低这样的影响 你从来不发菩提心 你也不知道发了菩提心 你会起我直 你会自我标榜 你会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不发你也不知道 发的同时你发现会 人家都说我现在变慈悲了 面善都好看了 我听得沾沾自喜 这样不对 不应该这样 你才有机会知道 大概阴光大师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不要拿乞丐去当皇帝 标举那个名义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菩提心叫做皇帝 我再说一遍 这样懂吗 本来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那是成佛的唯一心 你不能说我想成佛 就是想当皇帝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不然我们怎么学佛的 了解吗 所以这样知道了 就了解了 总结起来说 菩提心是会感应的 菩提心会消除我们的业障 真正发菩提心呢 我们是感应道交 临终是善缘聚集 如果真发菩提心的话 那到底菩提心是怎样 菩提心就四个字而已 上求下化之心 就上求佛道 那么以利益 什么呢 以化导一切众生 结成佛道 当中 上求佛道是自己的事 下化众生是自己操作 利益一切众生 共成佛道是众生的事 我有没有共成佛道 我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共成佛道 自然而已 不是拿他做目的 也不那么在乎他 我有没有 我去行 我去成佛道 你想想看 如果你老想着 我利益众生 到时候我也要一起成佛道 就像我在跟人家 骑公车的最后一个空位一样 你那个菩提心 你那个菩萨行 当下就破功了 原来一切都是有目的 把我老一尾 把我老一尾 幸福的一尾 我都帮助你们这么多人幸福 你敢把我老一尾有感到 那是来跟众生 争 你懂意思吗 这种话都会伤人 兄弟 亲戚 轴离 或者是长幼 之间分财产的时候 有感到 这一尾就很恐怖 听到很坦苦 听到很胸心 你做穿人的 你是阿败的 你跟阿姨 扭一个有得到 那阿姨的 那个形象都破了 对吧 倒过来 我做你们孙 阿姨 你那里有钱啊 那财产 够饭给我 有得到 阿姨看到 这个不好的 也都哭了 人就是这样 很清晰啊 人都会这样感觉 菩萨会这样伤你的心吗 最后一个车位 成佛最后一个车位 他会跟你争吗 会不会啦 会不会啦 这种道是怎么 跌倒腰 还是惊惊 还是突然间 因为腰才没开 所以要想清楚 其实佛法不那么远 慈悲之法不那么远 将心比心 你慢慢就会知道 是这样 是我们凡夫会害怕 害怕我们有多少 力量跟程度 可以去帮助人 我们会这样害怕 只是这样而已 那其实不要怕 你自信中有佛 是佛的那个能量 没有发挥而已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去帮人家祝念 不是拿我的佛号 有功力 去帮他祝念 是我因为用 相信佛号的功德 是佛号本身的功德 去祝那个往生人 不是你的功德 去祝那个人往生 是佛号的功德 那跟你没关系 那是欧弥陀佛成就 对吧 那么欧弥陀佛 是不是欧弥陀佛的佛号 又不是你的佛号 对不对 你只是念给他听 这点当然也有你的功德 但不是靠 我有法度把人送去世风 这个叫做功德 你有法度送去世风 你也就要来这里 对不对 你送你自己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懂意思吗 所以就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称念佛号 我刚开宗明义就讲 是你跟欧弥陀佛的关系 这样懂吗 所以发菩提心也是 是你跟一切诸佛众生的 直接私逆的关系 他会反过来 不可思议来加倍 那么这个时候 你因为这样之后 你跟欧弥陀佛 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关系 说什么 欧弥陀佛 我真心未行菩萨道 想去您那里 别人听到 业障也听到 阿弥陀佛也听到 极乐世界所有中 所有的诸上善人都听到 你当然是 曾经照过恶业 可是你这一面心很真诚 很真诚 就这样 这叫做临终的菩提心愿 现前 还是愿 愿生极乐 但是我是基于菩提心 而有这个愿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上求佛道 我要这样上求佛道 那利益在众生 我不管 我有没有自己成佛 我真要用 善巧方法 智慧慈悲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到极乐世界 才能听闻佛法 广学多闻 在人间 当然也可以 但我能力真的不足了点 我真的要去极乐世界 但是不是为我去 是为了众生 我是行菩萨道而要去 你觉得这样往生 有没有更有力量 有没有 有是有 但不能因为他有 所以你发心 是因为你愿意发心 知道他有 这倒过来 听懂我的话吗 不能把它当作工具 我跟你说 你自己念我没效 你刚才发佛提心 比较有效 你知道吗 这样发佛提心是工具 就只好这样说 我跟你说 你要往生生 你都要优好 你老婆 没有优好 很坏气 所以你现在开始优好 你老婆 你老婆听到说 你是真是爱我 还是为了往生生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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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觉得怪怪 对吧 应该 老四嫂子 媳妇 幽浩 是没有什么目的才对 但我知道了 都是有目的才对 我们的宣优 还是我们的生 但是还是有那种真心的 没什么理由 没什么想法 我母亲 在我父亲之后往生 那我母亲往生之前 往生之前 她告诉我说 其实她银行有一点存款 我才想起来说 对 有所谓的母亲往生 要继承给儿女 当然是二三十万 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 不是说因为我母亲很穷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 怎么会想这种事呢 不太会去想这个事 不是不太会 根本想不到这种事 是这样 所以 相信我 发菩提心 因为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求生极乐 是因为发了 所以求生极乐 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 能够帮助我菩提心更圆满 完成菩提心 不是说导过来说 我发了一个菩提心 帮助我往生极乐 那往生极乐是你自己的事 这样不是 往生极乐是众生的事 因为菩提心是众生的事 这样 那我知道说 众生有时候会怕怕的 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等等 等等这一类 那我觉得慢慢来 熏悉 我今天讲开了 就熏悉 他有不可思议的感应之力 招感之力 招感你 临终的时候 正愿现前 那个愿 是愿发菩提心 求生极乐 那个愿是菩提心 现前 然后求生极乐 再说一遍 是菩提心现前 而求生极乐 不是我 害怕苦 我求生极乐 这样而已 那你又问了 那加一点害怕苦 可不可以 加一点害怕苦 应该是要这样讲 应该是说 我了解苦 存在我身边 太清晰了 所以我也了解 他存在一切众生身边 太清晰了 所以生的是要学会离苦 但是呢 当我发菩提心之后 离苦是我帮别人 而不是帮自己 为优先 这还就突然间 就不再是只为自己离苦 不是说离苦不需要知道 也不是说发菩提心 不用讲苦不是的意思 而是说 这个苦是为利益 我知道众生有苦 我才需要利益众生 众生他没苦 干嘛我利益 对吧 所以要知道苦 那当然你也知道你的苦 但是因为 你在照顾妈妈 可不在乎自己的苦 意思一样 我在乎众生 所以没那么在乎自己的苦 那就在乎一点点 可不可以 越修行是菩萨 越不在乎 我们越初修行 可能越在乎 但没关系 你已经开始懂得利益众生 所以还保留一点在乎 当做动力也可以 但慢慢的会减低这个在乎自己 你会越来越在乎别人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佛的 佛心的样貌 我们还没有到极乐世界 当然也还没成佛 当然难达到这个样貌 可是我们可以仰望学习 光这样子的心 就可以帮助我们临终 减低很多障碍 这就是我们想发菩提心 度众生的理由 这样了解意思吗 今天在 特别再多用一节课 多用一个讲词来总结这个 那我们下一个讲词 就会回过头来看看 古德们怎么样用他的方法 若深若浅来行他的菩提心求生极乐 都用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都有 包括最近代的英光大师都有 不过当然了 还牵涉到记载传记的人 是什么心态 他如果相对比较没有发菩提心概念 他记载古德的 就会比较倾向于只是修自己 那功德娓娓 好厉害 在云端上我们都跟不到 那种感觉 所以我常讲就是 主师情节就出现 很神秘的主师情节 甚深的禅定 甚深的道德 仰望不可 完全不可泄万烟 然后也完全不可跟得上 车尾灯都看不到 那种感觉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佛法不离 世间觉 也不是佛法都这么遥远 这样好不好 了解这意思了 好 我们念佛回向 准备用哉